早晨早晨 現在這個時間已經是3號的8點30分 8點半鐘 昨晚對面墨西哥那邊開派對 開到3點鐘 還在唱歌 音響又很大聲 因為這邊的風俗是這樣的 我們住的地方 大多數都是墨西哥區 所以他們都是見怪不怪 晚上大家都能夠接受到 以前他這裡開完 下次他這裡開 或者他生日 或者什麼慶祝的事情 都是輪著來去做的 所以他們這裡 沒有說凌晨點鐘 會打擾別人 本來星期六星期日才開派對 如果是上班時間一至五 就很少這種情況 所以他們通常都是背的 他們這樣 我只是在對面那邊住 對面 這裡 今天呢 洛杉磯一樣 就是這個 雲層很厚 其實我也喜歡是這樣 不要說加州陽光太厲害 是很涼爽的 特別是這個樹底下那些 就是陰涼的 這裡很多 這些可能應該是人心果 人心果 很好吃的 我住在這裡就是 是廣州的石井 我們叫他石井婆 現在是 九點八月 已經起床了 起床了 沒有那麼早去喝茶的 今天禮拜 如果去喝茶要排隊的 星期六星期日 去橫街那些 那些喝茶的地方 所以如果去喝茶 是十點鐘左右 去那裡都有位的 通常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是 都是 十一點十二點鐘才去 這樣 所以呢 就 哇 那 就是 要排隊喝茶 都是挺頭痛的事情 那 我在廣州都是 如果廣州 一般這麼多鐘 十點鐘 都是有位的 星期六星期日 那一到了 這個十二點鐘的時候 都是 都是坐著等位 特別在北京路那裡 所以星期六星期日 如果要出去喝茶 肯定要早點出去喝茶 眼睛那頭呢 就是大煞風景 那你排不排隊 排隊叫號的 那你一定有耐性 那這個時候是最好的 這個時候 我覺得 是 沒有開門的 在美國這邊 應該隔五時才開的 那些酒簾 那些酒樓 那些酒樓 那我說的是廣東酒樓 那大部分可能都是隔五時 那國內呢 就很早了 那八點鐘都 都已經是 即是開市了 很多的退休的 都很早 去到茶樓都自助 那我試過在廣州 我都 我試過八點鐘 出去喝茶 那 是 是 早點開的 你快到七點鐘去都有 都可以給你 就算 那些 服務員還沒上班 那 那 都是給你去那裡坐的 那這邊就不是了 這邊就是 按鐘開門就開門 那 如果你早的 你進不去的 可以剩一杯 吃一杯蝦蝦 啊 啊 很提神 我覺得 但是呢 咖啡呢 就 有點燥熱 因為 那些咖啡豆要香 肯定是 用來 控過 這杯咖啡呢 我不是今天買的 是昨天 所以我喝咖啡 就很慢慢喝了 我就沒有那麼急著喝 啊 就是這樣 它不同 喝茶嘛 挺好 總體來說 星期六星期日 都是比較旺的 特別是教堂 很多人去做禮拜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無論是 鬼佬教堂也好 我們華人教堂也好 我們華人教堂也好 今天 是最多人去做禮拜的 那 那 華人在這邊呢 他很多時候呢 都會 去教堂 如果信佛的就去佛堂 因為這邊呢 那些人 聚居 如果有些人不喜歡喝茶的 沒有什麼朋友的 那很多時候呢 都會去 去 教堂 做一個 基督徒 那 當年 來美國的時候呢 就是 人生地不熟 所以 那時候呢 唯一可去的地方 就是去教堂 因為教堂那些人比較熱情 兄弟姊妹 那你二角他鄉 你又沒有親朋好友的時候 你去教堂 你感受到 就是 有些溫怨感 所以 很多人來美國 剛剛來的時候 他首先的 就是 就是 去這些地方 感受到 那種氣氛 就是 你不會說 你 沒有地方可去 哪怕你一家人來得好 你來到這裡 那樣 你想認識別人 那你認識別人 你去教堂 因為教堂是一些壞人來的 大家 那裡面 各行各業都有 有做裝修的 有做各行 就是有錢的又有 沒有錢的又有 反正 大家都是 信主啊 信耶穌 有牧師 有基督 有天主教 基督 天主本身都是 其實都是領弟 但是 因為 歷史原因 就 好像 千多年來講 他們 各不相約 各自 真 那個名分 就是 我是正宗的 你是什麼 所以搞到 你在基督 教那裡 你入了 就是做基督徒 那你去天主教 他又不承認你 就是各不承認 你那些 你自己喜歡 你喜歡喝茶的 那就去吹水 去喝茶 所以 酒樓是比較多 就是 壞人來說 全世界都好 都是做飲食的多 飲食 所以 你來到這個地方 你去喝茶 不方沒有茶喝的 其實要競爭很劇烈 因為酒樓多 那些月菜品種多 所以他會做的事情 就有競爭性 就是 我酒樓要做的事情 要給你好 價位 都是 又便宜又貴 所以你有競爭 那你 你去 這個酒樓喝茶 就有選擇性 如果不是的 你很少的 酒樓參與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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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飲食 就是你沒有競爭 酒樓與酒樓之間 沒有競爭的話 你肯定去那裏吃的東西 肯定飲食 我平時去喝茶 這裏有半島 有常島 其實有很多 那些價位相對說有些不同 有些貴 但有些光靠味道 疫情之前 就是沒有疫情之前 就是沒有疫情之前 晚上有很多特價的 酒樓都晚上 就是很抵食 疫情過後之後 就是晚上 夜市就少了 宵夜就比較少了 特別現在很多都做不得 就是晚上都做不得 疫情之後 同樣 現在這邊的酒樓的生意 相對說是少了 少了 這個是全世界的 經濟都不太好 經歷了這件事的時候 之後 很多人 以往 疫情之前 人們習慣了吃宵夜 我們有時候都會出去吃宵夜 夜遊沙 有這麼多年 加上 一段時期 人們戴口罩 不開 相當一段時間 很多人都不敢出去 去公眾場合 不如去喝茶 很多人都習慣了 改變了很多 生活上的東西 所以可去可不去 就沒有以往的習慣 現在疫情過後 現在漸漸開始 這些華人都喜歡去喝茶 價位又貴了很多 以前是兩元 慢慢三元 現在五元幾 水漲船高 總體來說 價位 都是五元 五元五 你拿四龍野 二十幾元 賣單三十幾元 三十幾元 都是兩百多的 現在你喝一頓茶都要兩百多 要不要呢 如果三十元的 連茶位 連兩三元 都要三百多元 即是喝茶 國內喝茶 總是划算划算 划算划算 划算 如果你在國內喝酒茶 兩百多元 已經是很貴的 但相對來說 我們看起來很便宜 這兩百多元 都圍到三十幾元美金 而在我們這邊消費來說 三四十元 五十元是很正常 即是吃的東西 其實現在國內吃的品種 它是多 所以很多人都說 很多海外的人 回國內拼命去吃 如果你能夠喜歡美食的話 當然回國內 肯定在吃的方面 就會多些 就是這樣 是因為你的美金 照顧人民幣 當然在哪裏賺錢 哪裏花錢 當然在美國這裏便宜 同樣 在國內三千元 我輸了四千元 四千元人民幣一個月 這裏也是四千元美金一個月 國內就是四千元一個月 人民幣 但你喝茶 都要百多元 吃餐飯都要三百多元 如果你在美國這邊 你就是賺四千元美金 但你喝茶 三十幾元 吃個飯 五六十元 六七十元 那是不是顯得收支很平衡 所以呢 你在美國賺錢 在這裏花錢 其實它的錢很吸收 對 如果在國內 那 因為物價非常之貴 但你 你如果普通工資來講 就 五六千元 六千元平均的 那你就顯得收支上 略有 消費略有 高 比較高一點 所以這樣算 是這樣算 這樣算 我們 這裏的人 回去 當然它這麼多物價 貴 也有 因為它 賺錢 不同 就是不同 不用說其他地方 就是香港 香港的收入 它最低工資 肯定是給國內 它是廣東 內地 它的收入高 那麼 它回到內地 它就更耐用 如果在香港 它不耐用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但是最重要 一定要達到 收支平衡 這個是很重要的 在美國這邊 就是收支平衡 很多東西的物價 不會超出了你的收入 所以在這裏 一個人 一個人工作 你都可以養家 養家戶口 當然不是說 你生活得 怎樣 有之有味 但基本上 就 一個人 就是養家 不會說 沒有飯吃 看你怎樣消費 就是 你多有多就洗 少有少就洗 我們 這段時間 很多人都回國內 特別是九月份 九月份 差不多中秋 現在這段時間 陸陸續續 很多人回去 那你買張機票 按800元 一張 800元 如果按七折按打 七百 八百 六十四 八七 五千六元 五千六元人民幣 一張機票 你那裏 五六千元人民幣 一個月 最多只要買張機票 而在這裏 如果你是四五千元 一個月 你才是 買張機票寫800元 一千多元 很多時候 你在這裏坐飛機 為何 那麼 所以你在這裏坐飛機 票價顯得 百菜價 好像去紐陽 紐陽都是機票錢 百零兩百元 三百元 但它的距離 就像廣州到北京的距離 我們洛杉磯到紐陽 也相當差不多 坐飛機四個小時 五個小時 它都是一兩百元 就是美金 一兩百元人民幣 肯定飛不到去北京 今天就這樣 每天都哭哭哭 我每天都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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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多人說的 不代表我講的 是絕對對的 我只是純粹以個人的想法去講 所以 叫做吭哭 一早 已經是接近九點鐘 國內那邊就是凌晨 凌晨十二點鐘 四號 我們也有三號 祝大家身體健康 心想事情工作順利 OK OK 5